有人靠烹饪输家心情 有人靠烹饪完成梦想 位于桃园扬梅的山庄社区内 却有一群人是靠着烹饪来翻转他们的人生 这间书房是由财团法人基督教 根深团契桃园日光之家所设立的庇护工厂 专门收容更生人以及中错生 并且特地为了他们营造出一个 共生家园的新生活模式 透过在一起生活 以及共同经营一间有卖餐点的小书房 帮助更生人建立正确积极的人生观之外 还能够学习烹饪技能 培养未来的谋生能力 在宁静的山区 有一间蓝白色系外观的书房 让人仿佛来到希腊小镇班 书店里面有上百本的藏书免费供客人翻阅 在这里除了可以品尝咖啡之外 还有卖各种有特色的餐点 喜欢轻食的朋友可以来一道在地小农沙拉 喜欢长鲜的朋友可以先来店预约 源自芝加哥的生盘披萨 或是以色列的辫子面包佐巴里炖牛肉 而负责烹饪这美味的就是这位旅方民主厨 犹太人他们过节在食用的 就象征他们那个辫子 他们不是都会打辫子吗 对 他们会有那个 他们对他们来讲 他们是在一个他们的节期 他们都会食用这个面包 因为犹太人他们是游牧民族嘛 他们不食用猪肉的部分 所以我们就搭配用牛肉的部分去做这个 辫子面包佐巴里炖牛肉 制成相当耗时 光是辫子面包 从揉面团发酵到进烤箱烤好出炉 就要花费三个小时的时间 而且分量很大 书店执行长说 这是一个适合全家人一起食用的餐点 当然也会应定位人数来做调整 吃起来有一种感觉很幸福 很健康 从来没有吃过这么味道这么鲜 而且又这么美 牛肉煮出来又可以吃到这么新鲜的牛肉 通常我吃牛肉 那个肉会塞到牙缝 可是这个不会 所以对这个牛肉的煮法 还有那个咬劲又有 可是又不会夹那个牙缝 这个是我第一次碰到的 非常棒 感谢上帝有这么美食 感恩节的时候呢 我们就特别想要做一道关于星期五 然后呢大家回到家里聚餐的时候 可以吃的就是以色列的餐点 那我们就在研究这些餐点当中呢 我们就发现说 辫子面包 全家人都可以一起享用的 所以呢我们就特别用很多不同的面粉 是做了这个辫子面包 然后我们发现 意大利的杜兰粉 其实是最适合做辫子面包 而且它的口感会不会抢了 那个咖喱炖牛肉或炖羊肉的那个风味 而且它的那个面包的 最上面的这一层外皮 它会因为烘烤的过程当中 会变得非常的酥脆 所以我们就可以感受到说 为什么这一个辫子面包 在以色列地区 在犹太人的地区 可以流传这么多年的时间 成为他们在家人欢聚时候的美食 就是因为它不只可以让我们吃得饱 而且在我们享受其他的 就是牛肉或者羊肉 或者鸡肉的风味上面的餐点的时候呢 它可以让我们完全地享受到 肉质的那一个感受 我们今天要做一个咖喱小牛肉 那我们准备了牛肋条 以及红咖喱酱 以及南姜 香茅跟柠檬叶 还有鲜奶油跟椰浆 开大火 用一点像煎的方式 先把小牛肉先煎过 我们选牛肉条的部分是 因为它的分布油脂 有部分的油脂 那它吃起来比较暖嫩 然后再加入我们的 红咖喱酱去爆香 爆香之后再将我们的 所有的材料放进去熬煮 大概一个小时 鞭子面包制成三个小时 咖喱炖牛肉也不遑多让 南洋风味咖喱炖牛肉 口感微辣 一口咬下暖嫩的牛肋条 还会爆汁 搭配外酥内软的辫子面包 真的是滋味满分 酥脆微甜的面包 以及吸满红咖喱酱汁的面包 甜甜辣辣的好滋味 让人一吃就上瘾 而在这美食的背后 其实有着一段出黑暗 入光明努力求生的故事 16岁的时候 然后因为认识了一些朋友 然后跟朋友一起去加入了阵头 然后阵头之后 衍生变到加入了帮派 然后在吸毒吸到25岁 吸了8年 自己也不想要 可是已经没有办法 就是已经成了一种习惯 我每天都去追毒品 每个月的薪水 都全部基本上都花在毒品上面 主厨方明说 那时的自己价值观出现严重偏差 人生开始迷失于毒品不可自拔 在反复戒毒上瘾的过程中 自己觉得人生看不到希望以及盼望 活着已经没有任何意义 而这样的情况 让全家都陷入痛苦深渊 父母其实有帮我找到 这个日光之家 可是那时候我 自己其实不愿意 然后当有一天我吸毒吸过量 在家里过量差点休克 然后在那时候当下 我就觉得说我一定要改变 我不能再这样子过这样的生活 刚来前三个月其实不太适应 因为不太爱讲话 就是我脸笑都笑不出来 就觉得身体上面的反应 然后还有心里面的状态 其实都是很不好的 对 然后圣经就讲说 喜乐的心乃是良药 都伤了零食苦苦干 那时候我就觉得说我每天 我要不一样的过生活 我要从那时候 从那时候开始我心里面就比较快乐 我们这里是一个安置处所 所以我们有非常多的男生 跟我们住在一起 所以我们在分配大家的工作的时候 我希望每一个在这里的学员 他都可以学到餐饮的每一个环节 所以我们有的人他就负责煮酱 有的人就负责打面 有的人就负责控管那个发酵的过程 在这个细腻的分工当中呢 他们可以专注在自己的那一个工作的责任里面 因为每一个环节都非常重要 因为我们要呈现给客人的餐点 就是透过好几位的巧手来共同完成的 就是这个初衷 所以书店内还有另一道要分工合作才能完成的餐点 就是焦麻吉披萨 这披萨的饼皮特别的厚 从客人点餐开始 一切从无到有 从面团的揉制开始制作 技巧就是先让它大概定型 然后手指扶着它 然后把它的皮往下收 然后它光滑面就会慢慢往上跑 然后尽量要小心一点 不然它面团的光滑面会破掉 刚开始做的时候觉得蛮挫折的 对吗 为什么 因为觉得自己好像学不太会 然后自己也没接触过这一块 所以就觉得说自己是不是学不会 以前的生活是 好像见不得光 然后好像不敢在人家面前 就是总是躲躲藏藏 然后现在的生活是让我觉得 自己对生活有盼望 然后我也找回到人生的自信 像之前对人生是没盼望的 我不知道我自己活着干嘛 我也不知道为什么我要出生在这个世界上 但现在我渐渐找到我对生活的乐趣 然后也找到对烘焙的热情 揉好的面团放进发酵箱内 发酵两次 然后擀面团放入深烤盘内塑形后戳动 汉龙说这一步是让深盘披萨饼皮好吃的秘诀 熟练的手法 开心的笑容 在烘焙找回自信 挥别过往的这位年轻人 开始有了不一样的人生 中文字幕志愿者 曾经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